这次连日来的大雨呢 已经造成屏东县 好几个地方都严重积水 在临边乡有一户人家 甚至泡在水里面整整四天 房子里面的积水迟迟不退 甚至淹到小腿度那么高 吃饭啦 看电视啦 都得要穿上雨鞋 日大雨 屏东县 临边乡 还有地方积水不退 画面中可以看见房屋电线杆 全泡在水面下 机车 货车通通泡在水里面 水淹到小腿度 居民在家里都必须穿着雨鞋 就连吃饭看电视也都不例外 我们来听听居民怎么说 居民表示为了房子脚被水泡烂 到哪都要穿上雨鞋 跟着他走到后院 就看见暴涨的排水沟 看起来相当的危险 睡觉的床部也必须垫高 一公尺电风扇和锅碗瓢喷 全网餐桌上面堆 让他们相当的头痛